大家好,今天也是七大罪的主题 今天是要说的是七大罪傲慢艾斯卡诺 他也是七大罪冷气蛮高的角色 他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会受干七大罪的原因 他的魔力为太阳 人格与体格会随着早晚时间而变化 午夜时,斗吉士王国升起时最低水平 随着太阳升起,力量会逐渐提升 正午时会到达力量的全身 在同级犯的海报中 他被描绘成一个留着胡须和绑麻尾头发的中年男子 而现在,他的装扮是留了小胡子 还戴了一副眼镜 服装是调酒时通常穿着的西装 艾斯卡诺出生于40年前 是塔利姆王国的王子 小时候,他的哥哥经常欺负他 直到有一天,他的力量觉醒 不想接折断了哥哥的胳膊 由于发生奇怪的事情 他的父母不喜欢他,觉得他是怪胎 不久后,国王派了军队要杀死他 他被一名叫罗莎的善良女人救出了 将他藏在桶中漂流在海上 他幸存下来 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 即使他放住了他们 人们也会称他为怪物 再后来,他又回去王国寻找罗莎 却发现王国变成废墟 而罗莎也不在了 在某一天 艾斯卡诺在驱赶在城镇暴乱的怪物 但因为自己的魔力不受控制而造成的麻烦 圣骑士没有来到要阻止艾斯卡诺 但前来阻止的圣骑士受了重伤 后来美丽奥达斯和马领出现致死了他 他们的目的是要邀请艾斯卡诺加入他们 在被俘虏制里昂尼斯王国之后 他被指控恐怖袭击 并摧毁了许多村庄和城镇 还伤害来生起死 而且他还无视国王 于是艾斯卡诺被冠上傲慢的罪名 并被判刑变者一千后处于吊死 这时的艾斯卡诺处于夜间状态 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没用,处刑还是会继续 美丽奥达斯在最后一个发言表示 愿意照顾他,让他来处理 夜晚,美丽奥达斯带他进前其他七大罪的成员 第一次见面的艾斯卡诺被他们吓到了 但他们还是很欢迎这位新成员 后来,他察觉到玛丽和罗莎长得好像 他们喝酒喝得差不多天亮了 艾斯卡诺以上厕所的理由 其实他是要逃离他们 因为差不多要天亮的 忽然失控就惨了 但玛丽发现了他 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艾斯卡诺解释 怕白天的自己会伤害到大家 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美丽奥达斯走出来了 他说,你那个诅咒挺危险的 不过,我们也没那么脆弱 不会被你轻易伤到的 美丽奥达斯想试看艾斯卡诺的实力 开始变幻的艾斯卡诺 警告美丽奥达斯 最好立刻掉头回去 你要是再敢靠近我一步 担心性命不保 美丽奥达斯还是想尝试 最后美丽奥达斯被艾斯卡诺打飞 击中无辜的班 艾斯卡诺以为杀死了他们两个人就逃走了 他来到山丘下,一直打碎岩石 他希望有人可以阻止他 取走他这条命 到了网上 马里发现到艾斯卡诺躲在山上 他说用粉碎膳食的方式来平行愤怒 这效率不怎么样 艾斯卡诺说 所以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尽量不要和人扯上关系 每当有人对我伸出援手的时候 我就会感到非常高兴 可一旦我为他们努力使用的力量 大家就会因为害怕我而离我而去 因为这个诅咒力量一直都让我非常孤独 就在艾斯卡诺感到最恶杀死两个人的时候 美丽奥达斯和班出现了 让艾斯卡诺以为他们是幽灵的 美丽奥达斯告诉他 很遗憾 不止你一个人是怪物 我们都和你一样 大家都不是正常人 也有自己的引擎 美丽奥达斯再次要紧他加入他们 但是艾斯卡诺坚持认为 自己的力量缺乏控制者会伤害周围的人 美丽奥达斯约定艾斯卡诺明天中午比试 如果赢了的话 就加入七大罪 如果艾斯卡诺赢了 想离开还是怎样都可以 马里有点惊讶 真无的艾斯卡诺的魔力竟然如此庞大 艾斯卡诺中午魔力到达了顶峰 美丽奥达斯也释放他的见面模式来击败他 艾斯卡诺感觉很痛苦 美丽奥达斯告诉他 是因为罗莎保护了你 所以你才会感觉痛苦 别以为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一个人 真是太狂妄了 艾斯卡诺说 他还想活下去 美丽奥达斯告诉他 如果再次失控可以来找他 虽然结果出乎意料 见面模式团长 直接就把正午十根 唯我独尊模式的傲慢给报答了 并且团长还是有意识的状态 这就让人非常意外 本来奥曼就非常深受大家的喜爱 包括我也是 对于他的外传可是非常期待 但剧情真的差强了你 让我有点失望 那么在后期的故事 团长可是在撞吧 切面模式还存在意识 轻松将奥曼打倒 玩玩哪里以为 我还以为会看到艾斯卡诺爆发性形态 结果没有出现 艾斯卡诺外传故事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影片就记得点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 你会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